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前面有看过 这个旗姓的二阶 线性的长细数为方程式 接下来我们再把那个方程式变得稍微困难一点 就这边呢,就这里 这里不是等于0 右边不是等于0 右边不是等于0 右边是等于一个函数 它不再是0 那这样的方程式呢,它的通解怎么看呢? 前面的那种旗姓的 旗姓的方程式,它的通解很简单 我们只要利用这个什么 辅助方程式嘛 是不是? 它分为几种情况 辅助方程式的根是相意识根 或者是从根,或者是共和须根 那你就可以写出它的什么呢? 写出它的通解 那现在这里 这里不是0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只需要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 特别解 加上一个特别解 就是我们所要的通解 只需要把这个什么呢? 把那个 这里等于0的时候呢 那个通解 这时候我们特别叫做奇性解 这个H Homogenes 奇性解 再加上这个什么 特别解 Y等于奇性解加这个什么 特别解 就是我们所要的什么呢? 所要的通解 所以这个奇性解没有问题 奇性解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 只要利用辅助方程 利用这个的辅助方程式 那现在问题是 这个特解怎么找? 特解 这个特解怎么找? 只要找出 找出一个就可以了 当然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找出来的可能就是Omb1 就是那一个 也就是说 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特解 可能就是那样的形式 不会再有其他的情况 那你回想一下 我们前面 一开始谈 前面在谈那个 奇性的那个 奇性的那个方程式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啊 像这样的方程式 一个二阶的 原方程式 是不是 跟这个 跟它的 有二阶的打算式 有一阶的打算数 还有它本身结果加起来 结果最后会是等于零 那我们想来想去呢 只有什么呢? 通常就是只有那个什么 自然指数函数 还有什么 正弦跟什么 余弦函数 是不是 像这个最简单的 这一个 对不对 这个最简单的这一个 它只有这个什么 只有 只有自然指数 才有可能办到啊 只有自然指数 才有可能办到 对不对 就是只有自然指数 因为自然指数是最清洁 你怎么违背以后 它都还是这个什么 自然指数啊 所以像这个的话 像这个的话 你一定知道 它 Y 这个一定会满足 是不是 是不是一定会满足 还有这个也会满足啊 对不对 这个也会满足 那我们特别把这两个叫做这个什么 叫做他们的 那个什么 基本解 对不对 叫做那个基本解 好那现在 现在我们这个特解呢 好要找这个特解 其实就跟这个 跟我们当初看这个旗性的那个想法是一样 想法是一样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啦 这个 这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 你看右边 右边是这个函数啦 那当然 系数你可以 嗯 系数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这里 重点是在这个函数 你看咯 那是一个什么呢 那是一个自然指数 2X的自然指数 那你想想看啊 二阶导函数 跟这个什么 一阶导函数 还有它本身的线性组合 结果会等于一个什么呢 会等于一个 2X的自然指数 那你想想看啊 原来的Y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嘛 是不是嘛 就会跟这个有关系 就会跟什么呢 它就一定会是什么 一定就会跟这个有关系 2X的自然指数有关系 就是说 因为它的 那二阶导函数跟一阶导函数 加上它本身的线性组合 结果变成一个 变成是 2X的自然指数 所以原来的Y 一定会跟这个有关系啊 你想这样 合不合 它绝对不会是其他的情况 不会是其他的情况 OK 不会是正弦函数 也不会是余前的一个 更不会是那个什么 XR四方那种密函数 那种密函数 所以 这个 这个方程式的特解 或者说特别解 就 我们就可以推测它会像这样的形式 它会像这样的形式 OK 它会像这样的形式 好 那现在问题来啊 我们是要找这个什么 我们是要找通解 通解就是什么 就是 包含未定的常数 而且还会满足原来的方程式 是不是 那你 你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是一个特解的形式 就是我们猜测它会是 原来函数一定是跟这个有关系 但是你会想说 诶老师 你这里不是有一个常数吗 是不是 不是有一个常数呢 那为什么不会是 怎么不会是通解呢 那不会 不会喔 因为这个常数最后我们是可以确定的 可以确定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假设 y y y 会是这样的形式 那你把它带进了原来的方程式 你可以找出a 是可以确定这个a 所以 它变成一个什么 它变成一个特解的形式 好啦 那我们调了通解怎么办 我们调了通解 为什么就会变成这两个相加呢 为什么就会变成奇性解加上这个 特别解 你想想看 想想看齊性解是滿足這個式子 是不是 帶進去加起來等於0 通解是滿足這個式子 帶進去加起來等於f 那你想想看 我們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是不是 有一個YH 帶進來 帶進來這個結果是等於0 但是YP 帶進來的結果是等於f 那你想想看YH加上YP 有沒有滿足這個式子 有沒有 YH 帶進來這個式子是等於0 YP 帶進來這個式子就等於f 所以你帶進來的結果 就是有一個是什麼呢 有一個是0 然後加上什麼呢 加上一個是什麼 f嘛 是不是 右邊是不是就是f 右邊是不是就是f 這樣也沒有相等 YH 帶進來這個左邊是等於0 是不是 YH 是這個的解 YH 帶進來就會滿足這個式子 所以你只是多了一個0 也就是說 你把Y用這兩個線性組 用這兩個相加帶進去 它一定會滿足這個式子 OK 如果YP YP是這個方程式的特質 那你想想看YH就是有什麼 YH就是有未定的這個什麼 未定的這個常數 YH有未定的常數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形式 這個形式就有未定的常數 而且會滿足這個方程式 OK 會滿足這個方程式 所以咧 它就是我們所要的什麼 這個形式就是我們所要的 一通解 你把這兩個 再講一次 你把這個Y帶進去 二階導含數的結果 也就是說 我們來看看 就是說 這樣的形式嘛 這樣有意思的 你Y等於 Y等於這個 YH加YP 那你就可以得到 一階導含數就是什麼 就這個嘛 是不是 對不對 它二階導含數就這個嘛 就它二階導含數相加嘛 是不是 好吧 那 A乘以 Y導含數 是不是 加上這個什麼 B乘以Y 然後加上C乘以Y 它是不是就等於 你想想想 就把這幾個帶進去 對不對 你就會得到的是 這樣子 然後加上 這B乘以什麼呢 B乘以Y B乘以Y J 再加上C乘以什麼 好的 是不是 OK A 那你自己看看 是不是等於這樣子 A乘以什麼呢 A乘A 這個 是不是 然後後面的部分 是不是 有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加起來 是等於F嘛 這個加起來就剛剛講的這個是等於什麼 等於0 所以它就一定會等於F 因為它是0加F 它就等於F 右邊是等於F 所以現在 我們只要去 找出這個就可以 這個 奇性解 就我們前面講過的 你用輔助的 輔助方程式 所以現在問題變成這個 這個特別解要怎麼找 特別解要什麼 OK 會不會 那怎麼找那個 YP 就是找那個 特解 怎麼找 一個 第一個最常使用的方法 叫做 待定係數法 也就是說 什麼 我們看到F是什麼形式 看到F是什麼樣子的函數 那推測 那個 推測那個 YP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形式 那這裡 這裡就幾種常常見到了 如果F是常數 那那個 YP一定也是一個常數 如果F是一個多項式 那YP也一定會是一個多項式 那F一定是正弦和余弦的線性組合 那F一定是正弦和余弦的線性組合 那那個YP呢 就會 也是自然指數的形式 當然 請你注意我這裡寫 可能 YP的可能形式 也就是說 它 不是百分之百 不是百分之百 那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會有例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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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這個 先看的不是例外的 先看這個符合 會滿足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例子剛剛寫過了 是不是 不論 它的F是這樣的形式 OK 它有自然指數 就2X的自然指數 所以 我們就推測呢 YP 也一定是這樣的形式 好 那我們的假設 假設YP是這樣 一個自然指數乘以一個常數嘛 OK 那現在我們要把這個常數解出來 也就是要把這個 帶進去這個嘛 所以你要做一接打環數 要做二接打環數嘛 要算一接打環數 算二接打環數 那這個微分很簡單嘛 變成這樣 一次微分變這樣 兩次微分變這樣 那你把它帶進去嘛 這三個帶進去 左邊是不是變成這樣子 這是左邊 左邊嘛 右邊就原來的嘛 原來的 這樣 我再兩邊比較一下 比較一下 找出這個A 所以我們叫做代定係數 這個A就是相當於一個係數 這樣子看待 那你看呢 左邊是變成這樣子 算出來是-2A乘以這個自然指數 右邊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得到A等於什麼 -3嘛 對 對 這是可以算出來 所以就知道YP是什麼 YP就會是這個-3 OK 那什麼時候不能這個樣子 什麼時候不能這樣 比如說 如果左邊這個方程式再改一下 我把它改變一下 比如說變成這樣子 變成這個 變成... 變成這樣 如果左邊變成這樣 右邊還是這個 這時候 如果你來推特節是這樣子的 特節是這樣子的 那你帶進來會 會得到一個什麼狀況 來看一下 這還是一樣嘛 這沒有變嘛 那現在左邊改成這樣子 那你帶進來的結果 你看看喔 左邊改成這樣子以後 你帶進來的結果 帶進來的結果 這是YP 二階打環數是這樣 你帶進來的結果 會變成 4A乘以2A指的自然指數 減掉3乘以Y的一階打環數 在這裡嘛 這裡嘛 就變成減掉 6A乘以2X的自然指數 這裡乘以3嘛 再加上2 2Y 就這個 2A 是不是 對不對 結果呢 等於多少 等於0 但是右邊是這個 是不是 這裡等於0 右邊是這個 OK 所以呢 很不信的 你會說 哇 那A等於多少 哇 隨便 隨便 什麼意思 啊 什麼叫反正都等於0 什麼叫反正都等於0 所以A就隨便喔 那隨便要多少 我們現在是要特解啊 你怎麼隨便 沒有特解 哪有可能沒有特解 哪有可能一個文方人士沒有特解 所以怎麼辦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為什麼 啊你想想看嘛 這樣的Y 帶進來的結果 帶進來左邊是等於0 那等於0 啊等於0就是旗性了嘛 是不是 旗性就是左邊就等 右邊是等於0嘛 F就等於0嘛 所以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這樣的Y呢 這樣的Y 其實已經被包含在這個什麼 旗性解裡面 就是YH裡面 這個Y已經是這個 被包含在這個形式裡面 那你看看有沒有被包含在這個形式裡面 這樣的形式 有沒有 你看這個方程式喔 它的旗性的部分 是不是 旗性的部分是等於0 你看它輔助方程式 是不是 M平方減掉 3M加2等於0 你看它輔助方程式的解 是不是1跟什麼 1跟2 是不是 所以它的基本解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 按照我們前面講的吧 所以它的 它的旗性解 就是這個啊 OK 就這個 所以現在 你看到右邊是這樣子 啊你又推測 好我們推測 推測它的特解 也會是這樣的形式 但是這個形式已經包含在這裡啊 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有了嘛 是不是 這裡就有啊 這裡就有一個2X乘以一個什麼 常數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 我們這個 這樣的假設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它已經在這個什麼 奇性解裡面 那你說這個時候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請再想想 我們前面有談過這個 所謂的什麼 線性獨立這個東西 也就是這個什麼呢 我們前面有碰過 有講過這個 如果你的輔助方程式的根是重根的話 是不是 比如說算出來是什麼呢 算出來 那個 輔助方程式的根都是這個 是不是 兩個都是這個 那你的 基本解 就應該 一個是這個 它另外一個 就應該是什麼呢 就應該乘以一個X 這樣 是不是 乘以一個X 這樣子的話 它會跟它是 才會線性獨立 才會線性獨立 所以現在像這樣的情況 像這樣的情況 這個 我們猜測的這個YP 已經被包含在YH裡面 這時候這個情況 我們也是要什麼 再找一個什麼 跟YH會線性獨立的 東東 對不對 所以這裡一樣 我們可以再乘以一個X 乘以一個X 這時候找出來的YP 你才是什麼 才是有用 也就是說 才可以找出那個YP 這是什麼呢 這是那種例外的情況 那種例外的情況 也就是什麼呢 我們要找的YP 不能什麼 不能已經在 不能是什麼 YH已經有的形式 OK 那這是一般 這幾種情況 我們這樣的猜測 可能都是可以什麼 都是可以找出來 都是可以找出來 OK 喔 那另外一個找 這個YP的方法 它叫做 參數變換法 那這個方法 看起來是比較 比較囉嗦一點 但是它其實比那個 未定係數法 還要什麼 適用的範圍還要廣 因為那個未定係數法的那個什麼呢 右邊是F法 未定係數 帶定係數法 那個F 其實比 其實只能那種 比較常見 是不是 像多項式啊 自然指數啊 正顯函數 跟余顯函數 有沒有 我們寫過那些 前面看過那個 但是如果那個F 不是那些函數呢 那那個代定係數法 是行不通的 行不通的 喔 這個方法呢 這個方法 絕大部分幾乎都是可以適用 它甚至連這個什麼呢 連這個 這個 A B C 這個 這個所謂的係數的部分 如果不是常數的話 也適用喔 所以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個 這樣的一個方法 找這個YP的這個方法 首先你就先 找出這個 齊性的 齊性的那個基本解嘛 那就利用輔助方則式嘛 是不是 就可以找出這個基本解了 接下來 你算一下這個基本 這兩個 這個基本解的朗斯基 還記得吧 是不是 如果是兩個函數的話 那就是這樣的二階方的 二階行列式嘛 是不是 我是兩個函數的朗斯基的話 就是這樣的二階行列式 第一列是 第一列 是這兩個函數 第二列是這兩個函數的一階倒函數吧 欸 好 接下來第三個步驟呢 以 假設兩個函數 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參數 假設U1跟U2 U1的一階導彈數等於這樣 U2的一階導彈數等於這樣 分母都一樣 差別在分子 再來呢 再來第四個步驟 你去看這兩個 看U1乘U2 還有U2乘Y2 U1乘Y1 U2乘Y2 是不是跟這個什麼 是不是跟Y1、Y2是呈現倍數關係呢 比如說這個是Y1的兩倍 或者這個是Y2的三倍 這樣子 那如果都不是的話 那我們的YP呢 我們要的YP就是這兩個相加 那否則呢 就只能是其中一個 可能是這一個 或者是這一個 就是把那個 把那個跟這兩個是呈倍數關係的那個 去掉 或者是 其實更 跟更嚴謹的講法 是所謂的 線性獨立 我們前面也有提過什麼叫線性獨立 不過現在你可以用這樣簡單的方式來判斷 那當然這裡面的 那當然這裡面的 U1跟U2要怎麼得到 那當然就是把這個做不定積分嘛 是不是 因為它微分以後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要知道它還沒有微分之前 那就把它做不定積分 那做不定積分就是有常數項 但是那個 呃 常數項你是可以省略 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是沒有看到常數項 你可以省略 OK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找這個什麼 找這個YP的這個過程 叫做 參數變換法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呢 這要算 也要算通解 那我們先用那個 代定係數法來看看 那當然首先你要知道 齊性解 齊性解很簡單 也就是說你用輔助方程式 就可以知道 基本解了吧 對不對 再看一次 輔助方程式 m平方 減掉3m加2 所以這個解出來 m等於1跟2 相依實根 對不對 所以基本解就是這兩個 X的自然指數跟2X的自然指數 對不對 所以齊性解就是它的線性組合 OK 齊性解 接下來 YP的特解 那 根據我們 一般的這個 呃 擦射特解的 那個規則 你看到這裡是X的自能指數 所以你會很高級 假設YT會是這樣子 就乘一個常數 那你現在就要解出這個常數 比如說A 那你要帶進來這裡 所以你要做 你要算他一些答案數 算他一些答案數 這個也很好算 很簡單 算出來都一樣 把這個帶進去 你會發現 最後結果是矛盾的 喔 帶進去 左邊是什麼 比 那怎麼會等右邊呢 這當然不成立吧 這時候怎麼辦 是不是 怎麼辦 怎麼辦 其實它的YP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呢 我們這裡再乘一個什麼 再乘一個X 你會說Y 為什麼 為什麼 那你想想看我們前面 前面講這個什麼 講這個利用輔助方程式來找這個基本解的時候 我沒有提過啊 如果那個什麼 如果那個輔助方程式的根是什麼 重根的話 對不對 那這時候第二個基本解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多乘一個什麼 X 你還記得嗎 目的就是要讓它是什麼呢 這個什麼呢 線性獨立的 OK 所以這裡也一樣 你如果假設YP是這樣子呢 那其實 其實你這個等於是做白弓 因為 為什麼都算出來會 結果會是零 因為這個形式啊 這類型 這個形式已經包含在這裡了 你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它就在這裡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是其性解的一部分 那極性解就是帶進去等於零的結果 是不是 所以當然就是等於白做啊 所以其實你 其實你看到這個極性解的時候 你會看到 欸 這裡跟這個一樣耶 這時候你就要注意了 你的YP就特解 應該再多乘一個什麼 X OK 那如果 你會說 老師如果這裡 這裡原來就有X 那怎麼辦 那你 那你的YP就要變成什麼 再多乘一個什麼 X 也就變成X平方乘以這個自然之極 就變成這樣 是不是 所以 你應該假設這樣子 然後你去做什麼 看這個做出來應該是 負一啊 應該是負一 這是用 代定係數法來看 對 這是用代定係數法來看 好 再來我們來看 利用第二個方法這個 參數變換法 變換法來看一下 第一個步驟一樣啦 就是 你要先找出極性解決YH OK 那當然就利用輔助方式 利用輔助方式 所以 再來就是 你要算一下這個 怎麼 算一下 那個 YH的基本解 的那個 什麼 朗斯基 所以說 比如說 你把這個叫做Y1 把這個叫做Y2 是不是 好吧 那他們算出來 朗斯基就變成這樣子 你算一下 是不是這樣 這二接五 這個是 第一列就是Y1 Y2 第二列是 Y1 Y2 一列導役 是不是 Y1 這裡微分沒有變嘛 這裡微分咧 是不是多出一個2 好吧 那這兩個二接二的 狂列式相乘 就這個 這個乘這個 減掉 這個乘這個 所以是不是 兩倍這個 變成 3的X的自然指數 減掉 一倍的3的X的自然指數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 就等於這個 去算一下 OK 這是相乘嘛 這樣子就指數相加嘛 是不是 所以X加2X 就3X 好 再來咧 再來我們就假設另外兩個 這個 其實 U1U2就叫參數 我們假設 U1微分以後 是 這樣子 U2是這樣子 對不對 你翻一下 剛剛寫的 就是 負的Y2 乘以什麼 F 除以什麼 A乘以這個 朗斯基 是不是 Y1Y2的朗斯基 對嗎 U2微分以後是什麼呢 是Y1乘以F 再除以底下一樣 是A乘以Y1Y2的朗斯基 OK 那F是這樣子嘛 是不是 很清楚 所以 所以 U1微分以後 是等於 負1 U2微分以後 是等於 負X的自然指數 OK 那你要知道 U1 U2 的話 就把這 就把這兩個 積分回去嘛 剛剛我說了 那個未定的常數省略 所以這裡的加C 都不用 所以這裡 負1還沒有微分之前 就負X 是不是 這個還沒有微分之前 是這個 是不是 是不是 你 去想一下 這個積分公式啊 A就等於負1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積分的結果 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 現在A是不一樣 然後就這樣 是不是 那接下來 你就看看 U1乘Y1 跟U2乘Y2 跟Y1 Y2 是不是有線性 同意 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它不是倍數 沒有倍數關係 所以你看 乘完了以後 U1乘Y1 是變這樣子 U2乘Y2 是變這樣子 欸 這一個 這一個 是不是剛好 跟 Y1 是有倍數關係 是不是 有沒有 所以 這個就去掉 這就沒有用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 YP 你要找的這個YP 就會是 U1乘Y1 就是這樣 負X乘以什麼 X的自然之處 OK 所以我們的通解呢 就是這樣 就YH加上什麼 YP嘛 是不是 OK 那剛剛 前面那一節 前面第一個方法 代定係數 我們剛剛沒有算出 A 只是個 是不是 那個過程 你自己完成 他算出來就是 剛剛有說的嘛 A是什麼 負1嘛 是不是 所以 利用這個方法 你也可以這樣可以算出 所以兩個方法 你 隨便你選擇 是不是 他剛剛有說過的 這個方法 適用的問題 會比較廣 OK OK OK